今天咱们开个情怀 一边开箱一边听我慢慢道来 1992年在上初中 那时候接机厅是一块钱三个币 那时候我最喜欢玩的就是那个接吧 喜欢玩也喜欢看 就是那个12人接吧 在那时候我每天早点一块钱 一个礼拜不吃早点省五块钱 这五块钱周六日花三块钱玩接机玩会接吧 那两块钱买本提龙珠 那时候还有市价MD和任天堂的SFC 都是一小时三块钱 所以因为资金时间短缺 这个接吧我一直没玩够 感觉欠了自己的 这Switch都有灰了 后来到了1998年 我发现了一个接机模拟器 叫COS C-A-L-U-S 那是CPS一级版的接机模拟器 那个时候98年 法国世界杯非法法兰西之路 那个游戏非常火 98年那时候PS也已经很风靡了 有铁拳三 接机厅是全黄97 但是我从心里边还是喜欢玩12人接吧 那个暑假 基本上天天窝在家里用电脑模拟器 玩这个接吧12人接吧 从而满足了中学时代的缺失 历史介绍完了 说说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叫中级版接吧 这是一个高清重制版 画面非常清楚 它没有马赛克 这是日版 但是有中文 我买的算是直游 但是是保税区发货 两天送风就到了 这游戏花了139块钱 我在买之前我就听说难度很低 这也是我买它的一个主要理由 干嘛弄那么难呢 对不对 其实我打的也并不好 主要就是为了玩嘛 你总输 很影响体验 我再说更有意思的 这款游戏目前国内二手 可能是老板 也得120到140之间 然后这个游戏最早是在2017年出的 那时候我还没有Switch 但是我特别想玩 看这个画面感觉特别棒 然后现在这个版本呢是去年 2022年12月一个 重新发布了一个比较价格低的版本了 这游戏之前有过PS3版 那是第一次算是高清重制 我之前我也在电脑上用PS3模拟器下载了一个玩了一下 虽然真率画面都不错 但是感觉没啥意思 没有那劲儿 然后最近呢 为什么要买呢 最近玩了一下街八六 这个街八六啊 又勾起我小时候玩这个回忆了 一看价格也不贵 就买一个 想买就买 情怀无价 算是收藏了 这个画面 除了这个声音啊 这个音效还是没小时候听得更顺啊 这游戏啊 在掌机上玩 或者在用手柄玩 或者在这种纯正的游戏机上玩 跟电脑用模拟器玩 感觉是很不一样的 真不一样 特别是任天堂他们家的游戏 可以趴着玩 而且清晰度什么的 各方面特省心 拿起来就玩 比如说这次五一放假 我肯定就拿这个了 但是呢 我之前那个塞尔达 是给孩子买的 我不是很有感 所以说最近也不怎么玩 但是这个我肯定是爱不释手了 所以说Switch是游戏机 关键搭配什么游戏 一定要搭配适合你的游戏 在Switch上还有一款街八 叫30周年 它里边集成了很多版本 那个价格和这个差不多 但是我感觉还是这个更适合 因为我只喜欢街八 对于别的像16的街八 我都不是很感兴趣 那四个人没有什么回忆 所以说够用就好 最后看一下风铃火山 这声音对 这声音对 太对了 太帅了 太爽了这声音 好 就分享这么多 给各位参考吧 这个视频算是自排礼吧 好 好